吴宁朗、明明桑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8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开始带您来更新 为了鼓励长者走出江门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台东的卫生局在今天 在县立体育馆举办了 2023台东县预防延缓健康活药 乐林高手大会师的活动 现场有来自全县14个乡镇 大约有300多个长者组队来参加竞赛 此外也颁发高龄亲善场域的标章 让长者外出的环境更加安全友善 张者们抓紧时间练口号 就是要为今天的活动提高自己队伍的士气 展现热情活力 为了鼓励长者走出家门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台东卫生局今天在县立体育馆 举办2023台东县 预防延缓健康活跃 乐林高手大会师活动 现场有来自全县14个乡镇 约300多位长者组队参加竞赛 这个活动很高兴 因为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老人家需要的 我们走上一起来的时候就都有这个活动 这个运动知识啊 很高兴 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们更年轻 身体更健康 今年来台东县积极推动高龄友善八大面向 为了响应乡镇各行业积极投入高龄友善场域建制 鼓励更多社区参与友善环境 辅导各乡镇各行业商家陆续加入高龄友善场域建制 由110年建制的22家增加到112年45家场域加入 中共建制92家高龄友善场域 让长者外出的环境更安全友善 更在今天的活动中邀请高龄友善场域代表上台 颁发高龄亲善场域标章 感谢他们在建制友善环境方面的努力 这边团体的活动在这个各地的社区据点啊 还有我们的文件站啊 这边还有营法健身俱乐部这边发挥你们的脑力 也发挥你们的体力 今天来在这里一起来展示 接下来这一年来我们在社区里面很多据点的耕耘 我们把这个一个友善的环境 一个给我们的老人家 这一次的活动社会申局首都举办大型桌游 以及卧力竞赛活动 希望增加长者认知激励以及营养等方面 凸现台东线对于长者健康与活力的关切 竞赛分为首演协调 桌游比赛 以及应用科技进行的卧力竞赛 期盼透过活动让长者活动身体 达到延缓老化的目的 这番最台东市报道